我的上半身被分割了78块 其中的52块被装进精致的盒子里 在警察局门口摆出了一个爱心形状 中央写着三个字 那是我老婆柳如烟的名字 将我分尸的人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多出来的那26块被她随手 扔进了警察局门口的下水道里 周一大早 柳如烟刚到 警察局门口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她当即黑了脸 在同事们戏谑的眼神之中 她掏出手机给我打电话 她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诡计 因为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 而这些就是我求和好搞出来的事情 可电话当然没有接通 因为我已经死了 我的部分尸体就在她的面前等着她去拆开 像是一份精美的礼物 不过她那么厌恶我 我死了对她来说也真的是一个礼物吧 打了三遍都没有人接 柳如烟怒了 她打开与我的聊天框 郑文层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跑警察局门口闹这些干什么 丢不丢人啊 我跟你说了我会回去的 你急什么急 不知情的人听到她这话 只会以为我们是闹矛盾了 没有人知道 说这话的时候 柳如烟前一天晚上 还躺在别的男人的怀里 她想要一个孩子 可是她不想和我生 她只想和那个像极了她白月光的男人生 是啊 那人都不是她真正爱的那个人 只不过是长得像 她就愿意给她生一个孩子 多么可笑 多么深情 柳如烟还要再继续骂人 就见外面传来了吵嚷声 原来有人在下水道 发现了我另外的尸体碎块 柳如烟这下再也顾不上去骂我 当即和其他人一起去打捞那些碎块 整整五个小时 不少人被那股恶心的臭味 寻到一阵阵的反胃 我远远地看着也只觉得恶心 可是他们辛苦打捞上来的那些碎肉 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人形 因为我被分尸的只有上半身 而我的下半身 我的两条双腿 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就被放进了绞肉机 我被高高地掉在空中 看着我的脚 我的腿一寸寸地被绞碎 我是被活活痛死的 那种痛和恐惧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哪怕我已经死了 现在想起那些经历 也会觉得害怕 如果不是要留着我的上半身 去挑衅警方 那群穷凶极恶的歹徒 会将我整个人丢进绞肉机里绞碎 那52个精美的礼盒 还摆在警察局门口 毕竟那是给柳如烟的礼物 柳如烟不碰 别人自然也不会去动 况且他们这回都这么忙 柳如烟忙完 看见那些礼盒更加厌恶 他愤怒地咒骂着 郑文存这个废物 就喜欢没事找事 都这么忙了 他还要来添乱 我想告诉他 我没有添乱 我也不是故意的 如果可以 我也想滚得远远的 再也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再也不要让他厌恶 可我控制不了 我已经死了 我的尸体怎么处理 被什么人送到什么地方 那不是我说了算的 柳如烟 你打开那些盒子看看啊 你看看 你就知道我不是故意的了 那些歹徒那么残忍 他们这么挑衅你 他们的目的就是你 你得小心点 我突然觉得 我真是可笑至极 我都死了 我居然还在这里 操着多余的心 有意思吗 好像没什么意思 柳如烟估计 也不需要我关心吧 况且我一个死人 我就算是关心 又能怎么样呢 柳如烟猛的一脚 将一个礼盒踹开 可就在这时 纸盒子包装的精美礼物 居然渗出了血 我有些期待 柳如烟这是要发现了吗 柳如烟这下再也无法淡定 他掏出手机 疯狂给我打电话 可电话终究不会接起 死人怎么会接电话呢 愤怒让他美丽的脸 不受控制的扭曲 他凶狠骂着 郑文层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赶紧来把你这些 恶心的东西收拾走 丢不丢人啊 你还要不要脸了 这是警察局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呀 可他那些愤怒 终究无人回应 有同事看不过去 伸手将那个礼盒捡起 却糊了一手的血 职业素养让他忍不住打开 可谁也想象不到 礼盒里面 居然是一块碎肉 如同他们在下水道里 打捞上来一样 可这些由于装在礼盒里 没有被下水道浸泡 反而看着新鲜不少 但只要想想那是什么东西 拿着礼盒的那一位 终究无法淡定 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 问出了大家的心声 可很快 所有人都有了答案 52个礼盒被拆开 里面是52块碎肉 那都是我的某一部分 柳如烟这下 终于再没有时间骂我了 他忙着缝合这具尸体 可这些碎肉 根本就看不出来什么 柳如烟忙活了大半天也 只能推测出 死的是一个男性 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至于具体是谁 还要通过DNA比对 可其他人看向柳如烟的眼神 都充满了怪意 原先还以为 那是他那不务正义的老公 也就是我给他搞的 什么求爱惊喜 可是现在明显不是的 那不是什么礼物 而是一个个的尸体碎块 是光明正大的挑衅 是对整个警察局的侮辱 凶手堂而皇之地 在他们面前搞这一处 就是摆明了要让他们发现 就怕他们发现不了 这些无一例外 不是在展示一个线索 那群穷凶极恶的歹徒在说 我不怕你们 而这中间那三个大字 柳如烟 这是直接冲着柳如烟来的 柳如烟很快有了判断 是那些人 是黑狗他们 柳如烟的手都在抖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六年前 柳如烟就曾和黑狗交过手 那一次我们付出了 极为惨痛的代价 我被费了右手和左腿 从此成了一个废人 不得不从我最爱的 警察岗位上离开 而柳如烟的心上人 他的白月光 我的大学是有段新玉 不幸殉职 那时刚好是我和柳如烟 还有段新玉毕业的第一年 本来说好的 我们要做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战友一辈子的 可最后 能够继续留在 岗位上的只有柳如烟一个人 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 DNA比对一时半会难出结果 柳如烟走了出去 刚拿出手机 电话铃声响起 他接起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郑文层 你搞什么呢 哪怕已经知道 那些碎块 不可能是我搞出来的鬼 但柳如烟仍然第一时间 将怒火发泄到了我身上 如同结婚这五年来 他做过的无数次一样 因为他知道 我不会跟他生气 他也知道 这是我欠他的 所以我是他最好的垃圾桶 他肆无忌惮 早就已经习惯成了自然 可这一次 一切都不一样 我已经死了 我做不了他的出气包了 给他打电话来的 当然不可能是我 那边似乎说了什么 柳如烟终于回过神来 声音很快恢复了温柔似水 心中酸涩异常 原来死人也会这么难过 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温柔 这样的温柔 他曾经只给过一个人 是段新玉 现在他又给了另外一个人 和段新玉 长得有气氛相似的男人 王鹏飞 我在上班 我下班了就回去陪你 好不好 不要急电话那头 不知道又说了什么 柳如烟又哄了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他的嘴角勾起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想来这个电话 让他心情很好 此时距离他早上第一次给我 打电话发消息 已经过去了很久 可我一直没有回他的消息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往常他发给我的消息 我都是秒回 打电话从来没有想过三声 可这一次 我这么长时间 都不回他的电话和消息 这明显不正常 我不知道柳如烟 有没有想起 我上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和王鹏飞造人 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他或许以为我打电话 是想让他回家吃饭 可我是求救的 却听见了那边男女的对话 我几乎瞬间明白了 他们在做什么 我恨不得那个电话 根本没有接起 他既然这么忙 那就不要接我的电话 就让我这么死了就好了 可柳如烟接了电话 给我在死前重重来了一击 那时我已经被吊在了绞肉机上 歹徒告诉我 让柳如烟来救我 否则他们就把我丢下去 让我不要闹了 如他所愿 我现在不会再闹了 永远 永远都不会了 他现在应该很开心了吧 哦 不对 他现在还不知道死的是我 所以他不开心 那再等等 等他知道了 他最嫌恶的 最讨厌的 最恨不得让他早点去死的 我已经死了 他应该就能开心了吧 好啊 真好 原来我的死这么好 我看着柳如烟 皱着眉头给我发消息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回我的电话 我有时问你 这已经是他对我难得的好态度了 可这一次我仍然不会回复 不过柳如烟也没有时间 在我的身上耗着 他们还要去找死者 失踪了的下半身 上半身遭受了如此残忍的对待 下半身自然也不会幸免 还有死者的头颅 可是他们找不到的 我的下半身早已经碎成了肉末 我是亲眼看着那盆肉末被喂了狗的 至于我的头颅到底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死得真的很凄惨 柳如烟他们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 却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于是他们只能暂时先回家休息 柳如烟回了家 但是他没有回于我的家 他去了他在外面的房子 那是他和段新玉刚毕业时候就买好的房子 准备做他们的婚房 可是段新玉死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柳如烟的伤心地 也是他牢牢守着的 和他的挚爱过上幸福生活的一场幻梦 而我身上的伤是为了柳如烟受的 我因为他而变成了一个废人 所以柳如烟的父母做主让我们结了婚 最开始的一年还好 虽没有如胶似妻 好歹也算相敬如宾 可突然有一天 柳如烟做了一场梦 他梦见死的人是我 而段新玉活下来了 于是梦醒之后 柳如烟问我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啊 为什么你活下来了 他死了 他觉得那一场行动是因为我没有做好 所以段新玉才死了的 这是无妄之灾 毫无缘由的指责 那件事情我也不愿意发生 我也想让我的好兄弟活下来 但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也不是神啊 可是柳如烟就是要这样想 我也只能默默地受着 或许他这样做 就能让失去段新玉的痛稍微轻一些 虽然那是以伤害我为代价 我从那时就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只爱段新玉 他永远不会爱我 活人永远无法战胜死人 我永远没有办法赢过段新玉 然而现在我已经是死人了 可我在柳如烟的心里仍然没有地位 他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死了 假如他能回一趟家 他就会发现家中的那一团狼藉 他就会发现我的失踪明显不正常 可是他不愿意回我的那个家 他有限的可以回家的时间 他只想去找王鹏飞 王鹏飞已经准备好了精致的烛光晚餐 两人甜甜蜜蜜地吃过饭 王鹏飞就拉着柳如烟 要继续他们的造人大业 柳如烟却无力地推开了他 我今天有点累 你不喜欢我了吗 王鹏飞凑近柳如烟撒娇 柳如烟有些僵硬 毕竟他真的已经工作了好久 可是他没有拒绝 只要看着那张酷似断心育的脸 他就没有办法拒绝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水到渠成 他们真的是一对甜甜蜜蜜的爱侣啊 我苦笑一声 我何苦 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念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让我要再死了 以后去看我老婆和别人的活春公 上一次只是听到了声音 就让我心如刀割 我将手机丢在了地上 黑狗没有给我打第二通电话的机会 我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他们很愤怒 觉得绑架我毫无意义 于是他们很快想到了更加绝妙的主意 折磨我 将我分尸 拿我去挑衅警方 这一夜柳如烟过得很愉快 第二天他到警察局时 已经退去了昨日的疲惫 恰好这时我同事的电话打给了柳如烟 他说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去上班了 是啊 算起来我已经死了六天了 死人当然是不会再去上班的 柳如烟礼貌地挂了电话 转头又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消息 他的愤怒丝毫不加掩饰 完全不顾及身旁还有同事经过 他怒吼着 郑文层 你在干什么 你这个废人 给你安排 一个最轻松的活你都不去干 你怎么这么懒呢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你要指望我赚钱养家到什么时候 你知不知道我很累 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找事了 可是这些消息发出去以后 仍然是时辰大喊 纵使我想回复 想解释想告诉他我没有 我也无能为力了 自从受了伤以后 我只能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曾经被子弹打穿的地方 一直到我死时 偶尔都会隐隐作痛 柳如烟现在只记得 我因为伤脱累了他 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受伤的 他也忘了 我一开始没想和他结婚 我没想脱累他 没想习恩图报 是他自己说我不跟他结婚 他会良心不安 他父母也会良心不安 他说会对我好的 那都是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不过他现在已经忘了 而我喜欢他 他说要跟我结婚 我根本拒绝不了 不过还好 我这个废人 现在终于不会再拖累他了 他应该会开心的吧 DNA对比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柳如烟开始调查 最近几天 有没有突然失踪的男性 可是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得到什么线索 最近几天 警局并没有接到 失踪男性的报案电话 只是柳如烟忽略了他 刚刚就接到了一起报案电话 那是我的同事打给他的 只因为同事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 所以先打给了他去问 可柳如烟 除了发条消息指责我之外 并没有做什么 他甚至没有回家去看一下 假如他稍稍的注意一点 他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家里 餐桌上摆好了 已经炒好的两道菜 但是几天时间过去 那应该已经发霉变责了吧 厨房里还有切好等待要炒的菜 我是突然之间出门的 因为那天是柳如烟的生日 加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想着多做几道他爱吃的菜 可突然发现酱油没有了 我只是出门去买酱油 然后就再也没能回家 不过转念想想 就算是柳如烟发现了那些 我是不是又出去鬼混去了 我怎么那么没出息 我就是一个窝闹废 毕竟自从我没有办法 再做警察以后 我做什么在他的眼里 多像鬼混 我看着根本就不像是一个 会正经做事正经工作的人 就在这时 警察局又收到了一个快递 快递是给柳如烟的 上面备注了 你亲爱的老公柳如烟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不好看 他估计以为这是我搞出来的 就像上一次怀疑那52个礼盒一样 不过那52个礼盒 已经证明了不是我的 但这一次上面写了你亲爱的老公 那肯定就是我搞出来的求和好礼物 柳如烟冷笑一声 根本没有搭理 王鹏飞正好来给柳如烟送饭 看到礼盒当即不屑地丢进了垃圾桶里 王鹏飞亲密地将柳如烟搂进怀里 姐姐 你只喜欢我的 对不对 嗯 我只喜欢你柳如烟回答得很是干脆 他只喜欢王鹏飞 或者说他只喜欢和王鹏飞 有着气氛向的断心欲吧 我有些遗憾地盯着垃圾桶里的那个礼盒 我知道 那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罢了 天气炎热 很快有人在办公室闻到了臭味 而臭味源头来自被王鹏飞扔进垃圾桶的那个礼盒 柳队 看看吧 那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那么臭 在同事的劝说下 柳如烟打开的礼盒 里面是一团黑色的不明物体 像是碎肉 旁边是一个乳盘 我只看了一眼就确定了那是我下半身的肉 应该是被狗吃剩下的 被黑狗拿来作为送给柳如烟的又一份礼物 而当乳盘打开时 里面只有一个视频 视频里面 一个男人被吊在绞肉机上面 可是看不见他的头 而他的下半身一寸寸被绞肉机搅碎 那男人痛苦地嘶吼着 终于他晕了过去 或者说是已经被活活疼死了 而从绞肉机里面出来的肉 被顺手喂给了一旁的大狼狗 剩下的那些被他们装起 有警察控制不住地干呕着 就连柳如烟也没有想到 那礼盒里面装的是这种东西 可是那上面那大大的几个字 你亲爱的老公看着是那么刺眼 有人忍不住去拉柳如烟的袖子 他没事柳如烟快速地说道 似乎是在逃避什么 有人来打圆场 这肯定又是那些歹徒故意搞的 他们就是要报复我们 对对对 就是这样见他们不再怀疑那人是我 我只是有些遗憾 多到这一步了 柳如烟怎么还没有发现那人是我呢 我身上穿着的那件衣服 还是我和柳如烟一起去买的 只是那时的他就像是走过场一样 随手拿起了两件 并不适合我的衣服丢给了我 可因为那是柳如烟对我为数不多的温柔 所以我乐呵呵地拿着了 之后还经常穿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相识也有十年 哪怕看不见我的头 单凭身形和声音 难道他认不出来我吗 可柳如烟就是没有认出来 我有些伤心 可这么久以来 伤心的次数太多了 心早已经变得十顿麻木 好像也没有那么痛啊 DNA比对结果还没有出来吗 柳如烟有些着急 可这是急也没用 显然还没有出来 柳如烟正要说些什么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家里哪边的物业 有人反映我们家有一股臭味 柳如烟这下 就算是在不愿意回家 也得回去了 只是在回家的路上 他还在骂骂咧咧 郑文辰死哪去了 家里怎么会有臭味 他都搞了些什么 只是柳如烟不知道 我不是死哪去了 我是真的死了 而等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他就知道所谓的臭味来源是什么了 那是我的头颅 还有我剩下的身体碎肉 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 被端端正正地摆在了餐桌上 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了柳如烟面前 我的头颅 同已经变质的那两道菜放在一起 看着格外荒诞 哎 钥匙就在我的身上 黑狗既然能在我家门口将我掳走 自然知道我住在哪里 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是如何堂而皇之地打开我家的门 然后将我的头颅放了进去 到这时柳如烟他们终于不用再费心 去找死者的身份 因为一切已经清楚了 柳如烟的手机响起 警察局那边来了电话 柳如烟的同事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 死者DNA对比结果出来了 是郑文层柳如烟终于知道我已经死了 我有些迫切地去看他这一刻的反应 他会伤心吗 会难受吗 会为我有眼泪吗 还是会愤怒 愤怒黑狗那群人居然这么嚣张地挑衅他 可我失望了 柳如烟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情绪波动 甚至他还很冷静 很不可思议 猝不及防看到了我的头颅 他居然还能冷静 我想不明白 我看着柳如烟冷静地告诉警局众人 找到死者的头颅了 那种冷静的姿态就好像是我与他全然不认识 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而已 只是我和柳如烟先前曾在一起工作 我见过他罢案的样子 哪怕是对于一个全然不认识的人 他也不会这样的冷漠 原来人死了之后还是会心痛的吗 我终于切切实实地意识到 我在柳如烟的心里没有一点地位都没有 我甚至忍不住怀疑 柳如烟这回是不是在偷着笑 我死了 他老公死了 他应该很开心了 只是他的职业素养不允许他笑出来 所以他只能艰难地忍着 我觉得我猜到了真相 否则怎么解释柳如烟这回的表现 很快警局来了人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不受控制地去看柳如烟 可他仍然是冷静的 只会其他人将现场围了起来 我家门口就有监控 此时柳如烟和其他同事一起去看监控 柳如烟这次学聪明了 居然直接从我死的当天开始看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 倘若他仔细一些就会发现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给他发消息 可从那一次之后五六天我都没有联系他 甚至他给我发消息我也不回 但他却丝毫没有想过 这中间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所有人齐刷刷地盯着监控 我走时手里只拿了手机和钥匙 可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开了门 他的手中提着一个盒子 而现在看来 那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我的头颅 也就是说如果柳如烟回了家 他在我死的第二天 就会发现我的头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 可是柳如烟一直没有发现 幕后凶手或许也觉得很不满 所以他将我上半身分尸后的尸块装成礼盒 精致地摆在警察局门口 柳如烟不会回家 但他总是会上班的 所以他发现了 然而黑狗却发现 都到这时候了 柳如烟还没有发现死的那人就是他的老公 于是忍无可忍的黑狗又给柳如烟送上了一份惊喜 也就是装着那个乳盘的大脸 他甚至在盒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亲爱的老公 可柳如烟仍然没有发现 直到物业打了电话 柳如烟这才回了家 看到了我的头颅 再加上警局的DNA比对结果 他这才知道 原来他辛辛苦苦找了两天的 死者的身份就在他的眼前 就是那个让他厌恶至深的人 他的老公 我可真的是混账 死都死了还这么麻烦 害柳如烟他们辛苦了两天 有人忍不住去问柳如烟 柳对 你这是几天没回家了呀 问这话的人我认识 他叫许璐 他也是我和柳如烟 还有段新玉先前在警校的同学 他最是知道我们这几个人的纠葛 也知道我和柳如烟的感情不好 可哪怕他知道我们的感情不好 应该也没有想到会不好成这样 不好的我都死了好几天了 柳如烟也没有发现 就连那幕后凶手也几次忍不住给他提醒 他这才磕磕绊绊地找到了真相 柳如烟没有说话 事实上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了 三个月以前 他偶然认识了王鹏飞 两人最初并没有什么深交 可突然有一天柳如烟提出他想要一个孩子 我当时很开心 理所当然地想着他是要和我生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会说他要和王鹏飞生一个孩子 他是坦坦荡荡地将这话告诉我的 他的理由很充分 他告诉我王鹏飞很像断心欲 所以他和王鹏飞生下的孩子 应该也会很像断心欲的 柳如烟看向我 他的眼神恐怖至极 我几乎有些不敢指示他 郑文层 你对不起断心欲 你知道吗 他是因为你而死的 你欠他的 我只是想生一个像他的孩子 你不会阻止的吧 我当然会阻止 我当然不会允许我的老婆 要去和别人生孩子 我怎么可能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就算是在爱柳如烟 再纵容他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这根本不可能 可柳如烟的态度却很是坚定 他凶恶的指责我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我只是想要生一个像他的孩子而已 孩子生出来以后会管你叫爸爸 等到我怀上孩子 我就会和王鹏飞断了联系的 我只是想要一个像他的孩子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成全我 你明明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他 你明明知道我有多么的在意他 我只是想要一个像他的孩子 你为什么不能成全我 柳如烟一字一句说的格外坦然 就好像我要是不答应我 就是不知好歹一样 可是我怎么能答应啊 我怎么能答应让我的老婆去和别人生孩子呢 我甚至提出了离婚 柳如烟要是执意要去和别人生孩子 那我们就离婚 等到我们离婚以后 他想做什么都随便 他想和谁生孩子都可以 但只要我们一天还是夫妻关系 只要他还是我的老婆 我就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柳如烟没有答应我要离婚的要求 但是他也没有理过我 他搬出了家 之后住到了王鹏飞那里 或许从他搬走的那天晚上 他和王鹏飞就已经睡在同一张床上了吧 最开始我崩溃 愤怒 伤心 失望 难受 我不停地给他发消息 打电话 我让他来见我 我要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知道他对段新玉的爱 可段新玉已经死了 且他死得英勇壮烈 他是烈士 他也是我的好兄弟 我不能说什么 可是怀念他有无数的办法 非要这样吗 和一个和段新玉有几分像的男人生孩子 这算什么 那一个月的时间 我每一天都过得生不如死 我甚至想去警察局找柳如烟 他可以不理我 但他总会上班的吧 但我知道 假如我真的这样做了 他一定会很失望 很生气 我不想让他伤心 所以我一直没有去 我也不敢告诉双方父母这件事情 我只能忍着 谁能想到我最后还是去了警察局 只是去时我已经死了 而摆在柳如烟面前的是我的部分尸体 我的头颅摆在家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他回家 思绪从回忆中抽离 许露还在愤怒地指着柳如烟 柳如烟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性 你到底把郑文层当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在乎他 你要是早点回家看一眼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时警方也知道了 我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柳如烟的 许露抓着柳如烟的肩膀 他的眼睛已经因为愤怒而发红 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 你们说了什么 他有没有跟你求救 你为什么没有去救他 柳如烟没有说话 关于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都心知肚明 那个时候他正沉浸在和王鹏飞的温柔箱里面 满心满意期待着 他很快就能生出一个和段星玉长得很像的孩子 他可以将那个孩子当做是他和段星玉生的 他那么幸福 怎么可能会想起我呢 我是谁啊 我又有什么重要的 我怎么可能让他想起我呢 他怎么可能在意我 怎么可能会去救我呢 我只是一个祸害 一个垃圾 一个早就应该死掉的 早就应该被扔到的垃圾 这一点我清楚 柳如烟也清楚 只是我那世上为数不多的好友许露 他并不清楚 哪怕他知道柳如烟爱断心欲 他也不会想到柳如烟这么憎恶 柳如烟你说话呀 你这样做你对得起郑文层吗 还有前两天老师跑警局给你送饭的那个小白脸是谁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郑文层的事情 你说话呀 你不要装听不见 你给我说 你好好的跟我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都干了些什么 见许露那么愤怒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或许这才是最正常的反应吧 这才是一个正常人在知道我的死讯以后应该有的反应 许露这样的才是正常的 柳如烟那样的根本不正常 柳如烟终于忍无可忍 他伸手推开许露 行了 好好查案 不要去管无关紧要的事情 什么叫无关紧要的事情 许露怒了 你说无关紧要的事情 郑文层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吗 你老公死了 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吗 柳如烟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是这么一个狠心的人 郑文层他有哪里对不起你的 他全心全意为你 他变成那样都是为你 你知不知道他这几年过得有多么的痛苦 你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 你怎么会在意那些事情呢 许露冷笑一声 很好 柳如烟 你可真的是太好了 你这样恶毒的人 你这样狠心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别人爱你 郑文层就是个傻子 他真的是傻透了才会爱你 才会因为你变成这样 最后甚至因为你没了命 柳如烟脸色骤变 可他突然发现 许露这样说没有问题 黑狗他们绑架我 杀了我 甚至用那样残忍的方式 最后再将我的尸体 一点一点的放到柳如烟的面前 这全部都是为了挑衅柳如烟 他们的真实目的根本就是柳如烟 这一点很清楚 而我之所以遭受这些 只因为我是柳如烟的丈夫 我的的确确是因为他而死的 这一点许露并没有说错 我的尸体被带回警局 柳如烟不知怎么想的 居然亲自将我的头颅 和我的上半身缝合在了一起 尸体破碎得太厉害 缝合的过程也很艰难 可他始终平静 我突然觉得柳如烟 真的是能成大事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始终是那副淡然模样 哦 这其实也是因为他不在意我 当年断心欲出世 柳如烟那段时间受了二十斤 每月以泪洗面 几次想要自杀 如果不是因为岳父岳母 他恐怕早早地就随断心欲去了吧 只是因为不爱我 所以面对我的死亡 他才能够那么的淡然 只是因为不爱我而已 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爸妈以及岳父岳母 都来到了警察局 柳如烟拦着他们 不让他们去看我那 质力破碎的身体 可爸妈和岳父岳母 却是打定了主意 他们坚持 柳如烟也没有办法 当他们看到那句破破烂烂 且只有上半身的尸体时 妈妈承受不住 彻底晕了过去 爸爸也是老泪纵横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啊 岳父岳母不停地擦着眼泪 是啊 毕竟我死得那么凄惨 无论是谁看到 都很难不动容吧 除了柳如烟 王鹏飞这时又来到了警局 给柳如烟 送他精心制作的爱心午餐 顺便跟他说 晚上继续回家 开始他们伟大的造人大业 可今天来得不巧 王鹏飞刚好和岳父岳母 撞在了一起 见王鹏飞对柳如烟的亲近模样 岳父岳母大幕 柳如烟 你好好的跟我们说道说道 这人是谁啊 王鹏飞坐在柳如烟的身后 一副胆小模样 可他的手却轻轻地搂着柳如烟的腰 很嘚瑟地告诉了岳父岳母他的身份 我有些好笑 可惜我不能说话 否则我一定要告诉他们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这明明是你们未来外孙子的爸爸呀 妈 这件事情我稍后再跟你解释 柳如烟将王鹏飞推了出去 你先回去 好吧 王鹏飞乖乖离开 临走前还在柳如烟脸上亲了一口 岳母抬手一巴掌 甩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 你做了对不起郑文层的事情对不对 郑文层死得这样凄惨 你还有心思和别的男人轻轻握握 柳如烟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岳父也怒不可遏 当年是你说的 郑文层救了你 他对你有大恩 所以你要嫁给他 你给我保证啊 你永远不会嫌弃他 你永远会对他好的 我们这才同意了你们两个的婚事 人家郑文层救了你 为了你落下了终身残疾 我们一家子都欠他的 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可是你呢 你做了什么 跟人家结婚这么多年 一直是人家宠着你让着你 为你牺牲 照顾你 成全你 你又做了什么 他刚刚死 你就和别的男人轻轻握握 你还是人骂柳如烟 见岳父岳母这样的愤怒 我有些酸楚 他们不知道 我还没死的时候 柳如烟就已经和别的男人轻轻握握握了 岳父岳母更不知道 柳如烟打的那些主意 他还想要生下王鹏飞的孩子 生一个像断心欲的孩子 只是为什么岳父岳母要说 是柳如烟主动说要嫁给我的呢 柳如烟明告诉我 是爸妈觉得我救了他 他爸妈觉得他欠了我 所以才让我们两个结婚的 难道这事情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许露这时冷笑一声 叔叔阿姨 你们不知道吧 柳如烟已经有好长时间 没回他和郑文层的家里了 郑文层的头颅五天前 就摆在了他家的餐桌上 可柳如烟一直没有发现呢 他这段时间去哪了呢 许露 你闭嘴柳如烟大怒 许露却丝毫不客气 柳如烟 做人多少也得有点良心 郑文层为你付出了多少 别人不清楚 你还不清楚吗 你又做了什么 你将他害成什么样啊 他死了 他没有办法申冤 没有办法说他的委屈 所以你就可以坦然的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对不起他吗 柳如烟你这个畜生 岳父大怒 上手要去打柳如烟 柳如烟去吼了一声 够了 人都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将凶手捉拿归案 否则难保不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你们在这里跟我闹什么 你现在是刑侦支队的队长 你位高权重 你有公事要忙 我们不跟你吵 可是柳如烟你真的太过分了 我们以后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们没有脸再去见亲家了 岳父岳母甩手离开 爸爸忙着去照顾妈妈 也没有时间去搭理柳如烟 一时之间只剩下了 许璐柳如烟以及警局的几个同事 许璐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郑文存遇见你 真的是到了八辈子没 看看他都被你害成什么样子了 什么叫被我害的 柳如烟也不客气 恶狠狠地瞪着许璐 又不是我杀的人 你不去抓凶手 老师跟我过不去干什么 你觉得是我跟你过不去吗 许璐也不客气 冷笑一声 甩开周围人要来拉他的手 六年前那件事情难道你忘了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贪功冒进 断心欲怎么可能会死 郑文存怎么可能会为了救你受伤 你打死了黑狗的一个手下 可是就让黑狗跑了 还让黑狗记住了你的脸 郑文存为什么会受伤 是被你害的 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当警察 是被你害的 他为什么会死 也是被你害的 这只是一场针对你柳如烟 针对你柳队长的报复 你看懂了吗 许璐字字句句皆是在往柳如烟的心窝子上戳 柳如烟再不愿意承认 这都是写灵灵的事实 只是这些从前人人皆知的事情 却没有人正儿八经的在柳如烟面前提过 现在陡然将这一切提起 柳如烟看着格外的不好受 他这是心虚了吧 正在这相识不下的时候 柳如烟的手机响起 他接起就见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 柳如烟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也不会忘 那是黑狗的声音 柳如烟 你收到我给你的礼物了吗 你开心吗 黑狗柳如烟咬牙切齿 这人居然如此胆大包天 堂而皇之地打电话过来挑衅 不过再想想黑狗之前干的那些事情 更过分地 更胆大妄为的 他都做过了 他还怕什么呢 许璐立即带人定位 是必要找出黑狗的行踪 然而电话那边的黑狗 却丝毫不在意这些人的动作 他仍然在乐呵呵地和柳如烟叙旧 你那老公可真的是块硬骨头 都那样了 还不肯服软 他死前还在叫你的名字 哎呀 他可真的是太喜欢你了 柳如烟 你喜欢我这份礼物吗 你应该喜欢的吧 黑狗哈哈大笑着 我知道 你并不怎么喜欢你这个老公 所以人死了 你应该会很高兴 会很喜欢我送你的这份礼物吧 不过你可真的是太迟钝了 我那么努力地提醒你 你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你让我很失望 可是就你这么废物的一个人 当年怎么能打伤我的兄弟 还害死了我的儿子呢 实在是让我想不明白 在许璐疯狂的事意下 柳如烟皱着眉头和黑狗聊天拖延时间 你要干什么 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不干什么 无非是送你礼物而已 接下来还会有新的礼物 黑狗不再说话 可电话也没有挂断 许璐这边拼命地追踪他的定位 而黑狗那边放出了一段录音 那是我最后一次 和柳如烟打电话时的录音 柳如烟我被吊在巧肉机上 电话接通 我只来得及叫了他的名字 就听见手机那边柳如烟的声音 他快速地说着 你别烦我 我说了我会回家的 等我怀上孩子 我就回家紧接着王鹏飞开口 姐姐 谁打的电话 警局的所有人 不受控制地看向柳如烟 这一刻柳如烟的形象 在他们心里 又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柳如烟脸色格外难看 黑狗这么做 几乎是将他的脸面 踩在了地上 然而为了能够追踪到 黑狗所在的定位 他只能忍着 听着 这个录音前前后后 只有一分钟多一点 听了两遍足够清楚 黑狗那边挂断了电话 许璐愤怒地砸了键盘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就能追到了 然而这终究只是功亏一篑 很明显黑狗 就是在拿着帮子警察 当老鼠溜 只是在逗他们玩而已 失去了信号追踪 许璐其身愤怒地 瞪着柳如烟 柳如烟 你知不知道 那是他的求救电话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你居然就这么挂断了 柳如烟 你那会在做什么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还没有离婚呢吧 你就这么堂而皇之 你就这么理所当然地 对不起他 柳如烟 柳如烟 你可真的是好样的 你可真厉害 许璐其的浑身都在颤抖 郑文层到底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了呀 你要这么折磨他 他只是爱你 他有错吗 他做错了什么 他为了你失去了一切 现在连命都没了 结果你却是这么对他的 他真是个傻子 他为什么要为了你 这样的女人做这么多 为什么要为了你这样的牺牲 柳如烟难得沉默下来 他没有和许璐争吵 许璐也没有再将时间 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吵架上 他们开始夜以继日地 追查黑狗的行踪 而黑狗明显就是在逗着他们玩 隔一天给他们漏点消息 却在他们即将抓住时彻底消失 而在这段时间 王鹏飞每天都会来给柳如烟 送爱心午餐 柳如烟这么忙 自然是没时间回去跟他造人的 王鹏飞也不生气 一副体贴至极的样子 他认真地看着柳如烟 姐姐忙 但只要你需要我 我随时都在许璐 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怒急 却到底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那都是旁人的事情而已 这天晚上 一个盒子被送进了警察局 由于前段时间 那些装着尸块的礼盒 警局上下所有人 都对这个盒子 表现出了分外的重视 这有可能是黑狗的又一次挑衅 可是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难不成又是我的某一部分吗 柳如烟亲手打开了那个盒子 里面是一根手指 可柳如烟看着那根手指 突然面色大变 这是王鹏飞的 我看着那根普普通通 平平无奇的手指 上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为什么柳如烟 一眼就能够看出是王鹏飞的 而我的尸块摆在他的面前 甚至我除了头颅以外的 全部身体放在他的面前时 甚至那个视频里面 还有我的声音 但是柳如烟也没有认出来 原本我以为他瞎 结果并不是 毕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了 怎么可能真的那么迟钝 只是不在意我而已 柳如烟愤怒至极 他一拳垂在了桌子上 飞狗对王鹏飞下手了 一片沉默声之中 柳如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 他这么痛惜的模样了 果然他只会对断心欲 或者是向断心欲的人心痛 而我是不配的 哪怕我已经死了 他已经看到了我的死亡 看到了我的惨状 我也不配他心痛一下 警局众人来到了王鹏飞家 这里显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里面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没有 以这段时间 所有人对黑狗的认知来看 他这样做 只是为了挑衅柳如烟 那他一定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没等多久 黑狗再次来了电话 他要柳如烟一个人去找他 黑狗的声音 听着那么嚣张得意 我先前抓错了人 我抓你老公 但是明显你并不在乎他 这个小白脸 你挺喜欢的吧 想让他活着 那是哪里来换他 否则他只会比你老公更惨 我的惨状 所有人已经看见了 比我更惨 那是有多么惨 一众警察 被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牵着鼻子走 这已经算得上 是奇耻大辱了 可柳如烟却一口答应了 我去 哈哈哈哈 真的是神情啊 黑狗很是开心 他痛快挂了电话 想来这段时间 他很得意 柳如烟被他牵着鼻子走 像是遛狗一样留着 却始终没让柳如烟 占到什么便宜 你太冲动了 许露不赞成的看着柳如烟 你不能去 那太危险了 我得去 我不能看着王鹏飞 因我而死 柳如烟很是坚定 况且这是能抓到 黑狗最好的办法了 你们也不想让他跑了吧 没人说话 此次行动非同小可 在许露忙着寝室上级的时候 柳如烟却不顾所有人反对 独自离开 幸好他还算有几分理智 在身上装了一个定位器 我跟着柳如烟 来到了黑狗指定的地点 越靠近 我全身又开始痛了起来 这就是我先前死去的地方 那个绞碎了我双腿的绞肉机 还在呼呼运转着 王鹏飞被悬在上面 一见到柳如烟 他当即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姐姐救我 救救我 他们要杀了我 我倒是没有想到 你真的赶来 黑狗堂儿皇之的现身 他看着四五十岁 几年前我们与他交手的时候 甚至都没来得及 看看他长什么样子 就被他逃走了 我来了 你可以放了他了吧 柳如烟很是镇定 黑狗则是笑了笑 当然 我怎么会为难他呢 王鹏飞被放了下来 他跌跌撞撞地过去 搂住了柳如烟 柳如烟将人护在身后 转头看向黑狗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只是想要给我儿子报仇罢了 只是想把你这个 害死我儿子的罪人 绳之以法搞笑 一个歹徒 居然说什么绳之以法 他才是那个 最应该被绳之以法的人吧 你儿子是谁 柳如烟这样说着 黑狗却瞬间哈哈大笑起来 我儿子 我儿子是谁 你不知道吗 你害死了我儿子 你不知道我儿子是谁 黑狗那么愤怒 柳如烟却一脸茫然 他不知道 他当然不知道 我儿子是断心欲啊 黑狗这样说着 柳如烟瞬间僵住了 他彻底忘记了反应 我也没有想到 黑狗的儿子居然是断心欲 黑狗的儿子 怎么能是断心欲呢 这怎么可能 将他吊起来 黑狗一声令下 几个小弟上前 将柳如烟绑了起来 柳如烟被高高 倒在那绞肉机之上 那是我曾经待过的地方 我曾经恐惧过的柳如烟 现在也要受这一遭了 脚肉机运转着 只要绳子稍微往下一寸 柳如烟的双脚 就会被脚肉机搅碎 你们警察找到这里 需要多久 十分钟 二十分钟 黑狗敲着二郎腿 坐在太师椅上 年轻人 想不想听个故事 这已经不是柳如烟想听 或者是不想听的了 柳如烟没有说话 黑狗哈哈一笑 去讲他所谓的故事 而柳如烟早就被那一句 我儿子是断心欲 断心欲怎么可能会是你儿子 断心欲怎么可能不是我儿子 黑狗吃笑一声 我一辈子穷凶极恶作恶多端 我儿子却是个好孩子 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为了他好 从他出生我就将他送给了别人养 所以你们这群无能的窝囊费 当然查不出来 我和他有什么联系了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儿子当上警察之后 没多久就和他老子我对上了 要不是因为不想伤到他 你以为你们那群窝囊费 能够顺利逃走吗 可就是因为你黑狗愤怒的指着柳如烟 就是因为你贪功耗尽 你打死了我的一个兄弟 我控制不住手下的人 所以他们才打死了我儿子 他们不知道断心欲是我儿子 可我知道呀 我知道是你害死了断心欲 是你害死的我儿子 你才是那个最应该死的人 你应该不得好死 你为什么要活着呢 你怎么配活着呢 柳如烟剧烈的摇头 他显然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一切 无论断心欲是黑狗的儿子 还是是他自己害死的断心欲 这对于他而言都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 可黑狗当然不会管柳如烟愿不愿意接受 他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要折磨柳如烟 从身到心一点点的折磨他 让他崩溃 听说你和我儿子先前是情侣 你差点要叫我一声罢了 而媳妇 我们时间还多着呢 慢慢玩黑狗说着带人撤退 在许露带人冲进来的时候 黑狗刚好已经撤走 许露带人去追黑狗 柳如烟也被救了下来 柳队 你没事吧 柳如烟拒绝了同事的搀扶 他起身走到王鹏飞旁边 王鹏飞很是开心的抱住了柳如烟 姐姐 你能来救我真是太好了 可柳如烟却一把抓住了王鹏飞的两只手 两只手十个指头全部挽好 先前送来的指头不是王鹏飞的 你的手 被你发现了呀 王鹏飞诡异地笑着 他突然拿出了一把刀 出气不腻地捅进了柳如烟的肚子里 我当然不会为了骗你过来 就真的剁我一个手指 不过是一个假的模具 你居然都没有发现 就这本事还做什么警察 难不成是姐姐你对我太在意 所以太着急失了分寸吗 王鹏飞显然是说到了真相上 黑狗先前对我的所作所为摆在那里 穷凶极恶之人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所以柳如烟看到那个手指时 并没有来得及多加思考 他认定黑狗绑了王鹏飞 且会伤害王鹏飞 谁能想到王鹏飞和黑狗就是一伙的呢 柳如烟倒下 在场的两名警察想要前来制止王鹏飞 王鹏飞却按下了手中的按钮 早就埋伏好的炸弹炸开 一片混乱之中 王鹏飞已经讨之夭夭 柳如烟倒在地上 肚子上满是血 他费力抬头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好像与虚空之中的我对视上了 他好像在看我 我忍不住笑笑 觉得自己可真的是胡思乱想 就算柳如烟真到了冰死之时 他想到的人也只会是断心欲 绝对不会是我 包括柳如烟在内的三名警察被送进了医院 一番抢救之后 三人都保住了命 我这才意识到我先前有多么的担心 我真的怕 我怕急了柳如烟会出事 我怕急了他会像我一样凄惨的死去 明明他那样对我 明明我已经看见了他没有一点爱我 明明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要放下他 可不知为何 我就连死后也不得安宁 我只能跟着他 甚至我还在担心他 我是不是犯贱啊 郑文层 郑文层柳如烟明明还在昏迷之中 可他却在嘴里念着我的名字 我有些茫然 他念我做什么呢 他念的人难道不应该是断心欲吗 可我却也没有听错 柳如烟念的是我的名字 不仅如此 一行热泪从柳如烟的眼中流下 他明明在昏迷之中 却哭得这样凄惨 我们相识这么多年 我死后已经有好几天时间了 他发现我的死讯 也已经有四天时间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为我流泪 还好呀 真是没有想到我这一辈子 居然也能见到柳如烟 为我落一次泪水 实在是难得 郑文层 柳如烟喊着我的名字 从病床上坐起 不远处守着的许鹿吃笑一声 喊什么呢 人都死了 你喊谁呢 他能听见吗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有些茫然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柳如烟 用这样的声音去喊我呢 好像我对他而言那么的重要 好像他对我那么的在乎 柳如烟茫然的抬手 抹掉了脸上的泪 许鹿将一打资料 甩在了柳如烟面前 王鹏飞此人根本就不存在 他是黑狗专门派到你的身边的 至于目的你也很清楚了 他是为了报复你 而你也真的中了他的诡计 郑文层死了 你变成了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可是柳如烟 黑狗还没抓到 你就算是颓废 也等抓到了黑狗之后 在颓废郑文层 是不是永远不会原谅我了 柳如烟转头看向许鹿 我也跟着看了过去 这是自从我死后 唯一一个愿意为我说句话的朋友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不算多么好 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我这些年除了父母 几乎将全部心思放在了柳如烟身上 除了柳如烟之外 好像也没有我特别用心对待的人 那时肯定的许鹿痴笑一声 柳如烟 我真不明白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装什么呢 这里只有我 只有我一个人在看你的表演 你装的那些深情 没有什么意思 旁人也看不到 只有我们看到 你没有必要装了 雪如深呼吸一口气 柳如烟 我知道你喜欢段心欲 你们两个毕竟从前是情侣 她又是在你最爱她的时候死的 你喜欢她太正常不过了 可是郑文层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当初救了你 你应该报答她 而不是折磨她 你真的不喜欢她 你当时也没有必要跟她结婚 对吧 她不是离了你就娶不到老婆 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女人 再退一步讲 她不结婚又不会死 可是她跟你结婚是真的会死 当时你们两个要结婚的时候 我就劝过她了 我告诉她 你可能不是真的喜欢她 可是那傻子跟我说 你喜不喜欢她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喜欢你 她跟我说 她知道你的心里面装着段心欲 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喜欢别人 但你若是和别人结婚 别的男人可没有办法忍 所以她愿意跟你结婚 她和你结婚 她可以允许你的心里面装着段心欲 她也可以接受 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爱上她的事实 她不在意这些 她只想让你能开心 你知道吗 那个傻子到最后唯一的想法 就是她希望你能够开心 只要你能开心 旁的事情都不重要 我真是不明白 人这一辈子能遇见几个这么爱的人吗 她爱你 从始至终她就只爱你 愿意为了你付出一切 你就算是不爱她 你也不至于这么对待她吧 你对她这么残忍 残忍倒让我觉得 她好像是你的仇人一样 我真不明白 你怎么能把段心欲的死 怪在她的身上 那跟她有什么关系 主动开枪暴露了行踪的人是你 无论是段心欲还是郑文层 都是因你而死 因你而受伤的 你不怪自己也就算了 你怎么能怪她呢 难道你不才是那个罪魁祸首吗 难道该死的人不是你吗 许露抹了抹脸上的泪 我倒宁愿死的人是你 无论是段心欲还是郑文层 让他们活下来 让该死的人去死许露话说的恶毒 字字句句皆是追星之言 等到许露走后 柳如也已经满脸的泪 她向来牙尖嘴利 向来不愿意去拒人下 什么时候有人这么劈头盖脸的 指着她的鼻子骂 她却一句话也不反驳呢 可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许露说的都是实情 原来人死后心也会痛 灵魂被一阵阵的撕扯 这几年所发生的一切 在我眼前一幕幕的闪过 原来我这些年过得这么委屈吗 原来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啊 可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了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为了柳如烟付出 承受着她对我的冷漠 接受她的坏脾气 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 而当有一天有人突然提起时 原来我也可以被温柔对待 原来也有人可以明白 我其实很委屈 原来也有人会觉得我辛苦了吗 郑文层 对不起 对不起柳如烟的眼泪终于落下 她看着那么的愧疚 那么的悔恨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柳如烟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啊 我死了 我已经死了 按理说人死后是不会痛的 可或许是死前的记忆太过于惨烈 我到现在仍然感觉我很痛 我的腿痛 我的脖子痛 我的全身上下都在痛 甚至到现在摆在警察局的 也只是我的半具尸体 我算得上是死无全尸 我的一部分还被狗吃了 那我是不是下辈子 也得不到一个全身 我已经过了几年残疾人的生活 顶着别人一样的眼神 生活了几年 现在又落到了这样一个 不得好死的下场 到最后我唯一所爱的人 一点也不爱我 他甚至默认了我的死亡 我应该委屈的吧 我真的应该委屈的 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 我做间饭科了吗 我是什么大凶大恶之人吗 我对不起谁吗 没有啊 细想来 我这人生近三十年 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我安安稳稳上学 安安稳稳上班 短暂性做了一段时间 为人民服务的英雄 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 这是我应得的吗 不是呀 柳如妍还在那里 诉说着他的愧疚 他的眼泪落个不停 嘴里喃喃自语 无非是愧疚 对不起以及迟到的爱意 可我听着这话 只觉得想笑 他怎么能爱上我呢 我倒宁愿他恨我一辈子 他若是永远对我只是恨 只是厌恶 只是一句句的咒骂着 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 假如你死了 换断心欲 活下来多好 我倒宁愿他一辈子 对我都是这样的态度 我也不想听到他说什么爱意 这是对我的嘲讽 这是对我先前几年 受的苦的讽刺 他不能在我受过所有的苦 就要解脱之时 来一句爱我 你爱我 你是从什么时候爱我的呢 假如你是从前两年 开始爱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 你为什么要和王鹏飞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假如你是从我死去 开始爱我的 那你为什么要爱我呢 你爱一句 已经残缺不全的尸体吗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吗 柳如烟 我对你好时你不爱 我全心全意爱你时你不爱 我为你付出 为你牺牲 为你清净一切时你不爱 你爱一句残缺不全的尸体 可笑 这真的是太可笑了 我只当我没有听见 柳如烟说的那句爱 我只当那是我的一场幻觉 可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他说 郑文层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爱你 可是我爱你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和对不起我错了 连在一起呢 柳如烟 你到底是愧疚还是爱 又或者只是你自己良心不安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这样告诉自己 他良心不安也维持不了多久 他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他又怎么会良心不安呢 等到他过了心里的那一关 他照样会只爱断心欲 只爱王鹏飞 只爱他想爱的每一个人 他绝对绝对不会爱正文层 或者也不用等到那一天 我希望上天能够眷顾我一点 给我自由身 让我能够解脱 让我能够离柳如烟远一些 我活着时 因为爱意我困在他的身边 而我死后 我想要我的自由 然而我终究得不到解脱 我没有这样的幸运 能跟在柳如烟的身边 柳如烟不顾所有人反对出院 他回到了我们的家里 他拖着受伤的身子 一点一点的收拾着 满屋子的狼藉 可自从我们结婚之后 我从来没有让他做过家务 他也不知道那些东西该怎么收纳 我看着他拼命的在我们的家里 想要寻找我的东西 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个家里 与我有关的东西那么少 到最后也不过是几件衣服而已 这要是说给旁人听 我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估计都不会有人信吧 我分明就像是一个 短暂性寄居在这里的人 是指这个家里 有很多断心欲生前的东西 柳如烟爱及了断心欲 所以在断心欲死后 在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 柳如烟把这些东西 全部搬回了我们的家中 他将这些东西 珍视地收藏起来 那是他和断心欲爱情的见证 他这么爱断心欲 我都看过了 所以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爱我呢 柳如烟 收起你那可笑的谎言吧 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我已经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 你骗我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我求你不要再骗我了 我已经死了 我死后只想要一个短暂的安宁 这很难吧 或许这真的是很难 柳如烟不愿意成全我 他从来不愿意成全我 我看着柳如烟在家里面发泄 他好像有流不尽的眼泪 诉说不完的愧疚和爱意 可是那些话 不会让我有丝毫的动容 我听着那些话 只是觉得可笑 好像我这一生 我这短暂的一生 全然就是一个笑话 我生前不被别人所珍惜 死后也不被别人所尊重 我活着时 是柳如烟用来发泄 应该我承受的一切 我死后也没有自由 我只能被困在 我不愿意留的人身边 我想去看一看爸妈 她们现在应该也很难受吧 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只能跟在柳如烟的身边 为什么呢 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倘若我是一个恶人 那就用这一切来惩罚我吧 然而我并没有做什么恶事 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我希望柳如烟闭嘴 请她停止喋喋不休的愧疚和爱意 那些没有丝毫意义 我没有办法死而复生 她的爱意说给鬼去听 又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 一点意思都没有 柳如烟抱着我那为数不多的一点东西 她或许觉得这样就是深情 可是她也不会一直幸运 不会所有的事情都如她所愿的 爸妈打开了房门 他们冷漠地看着柳如烟 他们要带走所有与我有关的东西 我的爸爸妈妈真是了解我 他们知道此刻的我是厌恶柳如烟的 是不想留在她身边的 可柳如烟却疯了 眼见与我有关的东西 就要被我爸妈全部带走 柳如烟终于崩溃 她扑通一声跪在爸妈面前 爸 妈 求求你们不要带走好不好 给我留一点出口 我们配不上你这一句爸妈爸爸怒视着柳如烟 柳如烟 你是怎么对我儿子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跟你多说什么 只是有一点 那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我们很爱他 你可以随意遭见他 你可以随意欺负他 但是我们不会忍 我们也不想让他一直受这样的苦 你既然心里有别人 那你当时就不应该和他结婚 只是现在他已经死了 说这些事情都晚了 但我想着我儿子死后有灵 也不会愿意留在你的身边妈妈擦了把眼泪 我儿子爱你 所以一切以你为先 这些年他的委屈我们看在眼里可就是因为他爱你 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现在你已经用你的行动告诉了我们 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止柳如烟 你让我们觉得恶心 我们一家人都不想再看见你 爸妈不愿意再与柳如烟多说什么 他们利索地收拾了我的东西就要带走 我那为数不多的东西收拾起来很快 柳如烟再不愿意 再怎么样祈求终究于事无补 就好像那些年里面我无数次的祈求 他能稍微爱我一点 稍微对我好一点一样 没用的 没有任何意义 祈求是这个世上最没用的东西 祈求别人想要换来点什么 往往也得不到 眼见家里在无一丝与我有关的东西 柳如烟崩溃痛哭 可我却觉得他没有必要哭啊 与我有关的东西都带走了 现在这个家里剩下的都是他和段新玉的东西了 看着就像是他们两个的爱潮一样 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连婚纱照都没有拍 只因为那个时候段新玉去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一切从简 除了那两张结婚证以外 也没有别的能够证明我们已经结婚了的东西 或许我和柳如烟之间的悲剧从那时候就注定了吧 从那时候就注定 我永远也得不到他的爱 永远也得不到他的在意 可那个时候的我太过于愚蠢 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郑文层 我要怎么说才会有人相信我爱你呢 柳如烟哭得那么凄惨 他好像有流不完的眼泪 是啊 这两天他在与别人说他对我的爱意 可无论是许璐还是我爸妈 谁都不会相信 他怎么会爱我呢 明天是世界末日 他都不可能会爱我 这样的鬼话 鬼也不会相信 柳如烟崩溃之下 突然晕倒在了地上 毕竟他刚刚受伤 伤还没好就出院 情绪激动 身体承受不住也在情理之中 柳如烟没晕多久 就被上门来的许璐发现了 将他送回医院 许璐难得没有说什么 就守在他的身边 很快柳如烟悠悠悠转醒 看着所处的环境 他还有些茫然 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许璐却看着他仿佛抱负一般的开口 柳如烟 你不知道吧 郑文层的葬礼已经结束了 虽然你现在还是他的妻子 可是你们两个究竟关系怎么样 也仁尽皆知 他爸妈的意思是 既然你不喜欢他 那就不给你添乱了 所以他的葬礼就没有喊你去 你也不用忍着恶心 送这个你最讨厌的人一程 怎么样 你开心吗 柳如烟闻言面色大变 他一把拔掉手下的手上的针就要下床 那个样子可与开心不沾边 许璐也没有阻拦 就那样看着他 动静惊扰了医生 他们进门不赞成的将柳如烟按在床上 你的身体很虚弱 需要好好休养 让我回去 让我回去 我要去见他最后一面 够了 柳如烟 别装了 许璐嗤笑一声 你还装什么呢 你讨厌他 你不喜欢他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吧 我不想让叔叔阿姨太过于伤心 所以有些事情我也没有告诉他们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喜欢郑文层 你们两个结婚这些年 你也过得很憋屈 很为难 既然这样的情况 你为什么要去送他最后一程呢 况且他的尸体 你不早就见过了吗 他的头颅摆在你们家餐桌上 好几天你才发现 我想你应该没有什么 再见他最后一面 送他最后一程的必要了吧 许璐柳如烟愤怒地瞪着许璐 我是他的妻子 我们是夫妻 他的葬礼为什么要绕过我 为什么不让我去 原来你还知道你们是夫妻啊 柳如烟的怒意丝毫伤不到许璐 许璐见他这父母样只觉得可笑 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你们是夫妻 你夜夜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 你们是夫妻 你却认不出来他 先前那个录像视频 我们一起看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认出来 那个人是郑文层呀 你嘴上说着你们是夫妻 可你却根本不了解他 你对他一点都不熟 可是之后你以为 你那个小白脸遇到危险的时候 单凭一个手指你就能够认出来 他虽然最后你也认错了 但是至少你也是认了的吧 都这样了 你还好意思说什么 你们是夫妻 你觉得你配夫妻这个词吗 你对郑文层做的那些事情 哪一样是正常夫妻该做的来着 许璐 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柳如烟不再搭理许璐的阴阳怪气 他用祈求的眼神看着许璐 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晚了哪怕是柳如烟这样的低姿态 许璐也没有丝毫的动摇 晚了 人已经下葬了许璐满脸笑容 我把你送到医院 就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不 我刚刚回来 你没有能够送他最后一程 不过我想着他也不愿意见你就是了 谁会愿意见一个 把自己害成这样的女人呢 谁会愿意见一个 给自己头上戴了一顶 又一顶绿帽子的男人呢 我想郑文层就算是在大度 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吧 许璐冷眼看着柳如烟 你爱断心欲就算了 毕竟你们原先就是恋人 可是王鹏飞那个小白脸又算什么 你在意他都比在意郑文层要多 就这你还好意思说你们是夫妻 哪家夫妻做成你们这样 可笑至极 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 柳如烟沉声开口 他这下敏锐地说出了真相 许璐笑了笑 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 我就是来看像你这样的女人 做了恶事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现在我看到了 我很开心 你这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你自己言言也就罢了 不要真的当真了 不会有人信的 还有 有时间在这里发疯 不如早点回警局 郑文层死了 可是黑狗还在外面逃窜 你要真的有点良心 你就帮郑文层报仇雪恨 你就早日抓到黑狗 而不是在这里 演你那可笑的 没有人在意的深情游戏 许璐说完转身就走 柳如烟的眼泪落个不停 他哽咽着 郑文层 他们都不相信我爱你 你也不相信吧 是不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 得到你的原谅吗 郑文层 我真的做错了 我真的做错了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柳如烟 我已经死了 我不想再去看柳如烟 他的爱恨愧疚深情 我都不想再去看 我只想快点解脱 柳如烟第二天就回了警局 他这一次立志要抓到黑狗 我看着他拖着受伤的身子 和其他人一起研究 怎么抓黑狗 我其实很开心 无论是许璐还是爸妈 他们都准确地知道 我想要什么 他们都知道 我并不想留在柳如烟身边 也不想见他 所以他们带走了 我和柳如烟家里的所有东西 也没有让柳如烟 去参加我的葬礼 可是他们不知道 我现在只能跟在柳如烟的身边 除此之外 我哪都去不了 还真的是格外的可笑和讽刺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早已经没了爱和恨 我现在只想求一个解脱 柳如烟等人 在辛苦了几天之后 终于找到了黑狗的踪迹 而这一次还多亏了王鹏飞 王鹏飞因为长得像断心育 而得到黑狗的重用 可实际上 他只不过是一个草包 柳如烟他们从王鹏飞这里下手 摸到了黑狗的具体行踪 待人抓捕的那一天 柳如烟冲在了最前头 他很快就将黑狗他们堵住 而黑狗看着柳如烟 只是哈哈大笑 而媳妇 你这么不愿意给你公公一个活路 我儿子可是会怪你的 而柳如烟看着黑狗一脸恨意 你去死吧 那也得带着你一起死 否则到了地下 我儿子看不见你 可是会不开心的 砰砰两声枪响 黑狗被击毙 而柳如烟的腹部也中了一枪 柳如烟的身子软软的倒下 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我知道他快死了 可他好像突然看见了 在虚空之中的我 他冲我伸手 正闻层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应该是不会看见我的 或许是黑狗死了 我大仇得报 我的身形也在这时消散 在柳如烟一声声的正闻层里 我转身往远处飘去 最后的最后 我也不愿意让柳如烟多看我一眼 我也不愿意和他扯上任何的关系 柳如烟看着那么痛苦 他似乎很想再看我一眼 可是没有必要了 柳如烟 事已至此 你我之间早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永别了 柳如烟 柳如烟视角 我从来没有这样讨厌过我自己 在我和正闻层结婚的一年以后 某次午夜梦回 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忘记断心欲 不是因为我忘不了我爱他 而是因为我发现 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失败 在无数次梦见断心欲死去当天的场景时 我不得不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 断心欲是因为我而死的 是我的鲁莽 是我的贪功冒劲害死了他 如果我没有开那一枪的话 我 断心欲 郑文辰 我们都能够平安无事地回去 黑狗已经跑了 那一天的行动注定是失败的 所以在那种时候 我们更重要的是保全自己 可那时我太想要立功 太想要表现了 所以我开了一枪 结果就是断心欲被人乱枪打死 而郑文辰为了保护我落下残疾 他再也没有办法做警察了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我最开始沉浸在失去断心欲的痛苦之中 无法自拔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 死了的人已经死了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我得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 我告诉自己 这些都过去了 我要继续认真生活 所以我和郑文辰结了婚 我欠断心欲的 我永远没有办法还清 所以我选择爱他一辈子 我会用我全部的爱 全部的申请补偿他 至于郑文辰 我会照顾好他的后半生 我和郑文辰曾是最好的朋友 我和断心欲曾经是最好的恋人 我也知道郑文辰喜欢我 可是在我心里 我还是更喜欢断心欲 所以我只能假装看不见郑文辰的申请 结婚时 这一切我都打算得很好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失败 我只要看见郑文辰 我只要看到他身上的残疾 我只要看到他在我面前唯唯诺诺 却又满怀爱意的那副窝囊样子 我就会想到我很失败 我真的很失败 我的鲁莽害死了我的爱人 我只能嫁给别人 这一切与我而言 实在太过残忍 我只能去伤害郑文辰 因为他是这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因为他爱我 所以他会无限地包容我 因为他爱我 我无论怎样对他都可以 他像是永远不会生气 因为对郑文辰的冷漠 因为对他的伤害 我反而觉得我这是爱断心欲的表现 因为我爱断心欲 所以我没有办法忍受和别的男人过幸福的日子 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吧 反正郑文辰永远不会生气 我怎么对他都是可以的 平平淡淡的日子过了几年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对郑文辰有感情 我甚至在这时遇见了一个像极了断心欲的男人 王鹏飞 他其实只有脸像断心欲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可我就喜欢王鹏飞这样的性格 断心欲太强势了 他是如我一样强势的人 然而我并不喜欢 我喜欢像王鹏飞这样子的 会甜甜地叫我姐姐 所以我有了一个美妙的想法 我要给王鹏飞生一个孩子 他那么像断心欲 那我生下的孩子应该也很像断心欲吧 这也是我对断心欲的深情 我不明白郑文辰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反应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不过只是挂了他的电话 只是没有回去陪他过生日和结婚纪念日而已 这是什么大事吗 但他突然就不理我了 不过没关系 他会来找我的 因为他爱我 在警局看到那些礼盒时 我外表看着愤怒 心中却满是得意 郑文辰还是爱我的 他当然得爱我啊 他怎么会不爱我呢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所以不管我做了什么 不管我有多么的过分 他都会无条件的纵容着我吧 真好 可为什么那些礼盒里面装的 不是他给我准备的求我原谅他的礼物 而是他的尸体 是他身上的一部分 我不敢想象他在死前遭受了多么残忍的对待 可偏偏黑狗要我亲眼看着 他死前待过的角落机上空 我也被吊上去过 原来那么恐惧 原来那么疼啊 他死前会不会恨我 他最后一次听到的我的声音是 我和别的男人在床上的动静 恨到永远没有办法原谅我 恨到在他死后都不愿意入我的梦 他的头颅摆在我们家的餐桌上 他已经变成了零零散散的一块一块的 这都是因为我 我为了救王鹏飞 深入虎穴 可不知道为什么 在救王鹏飞的路上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郑文层 是不是如果几天以前 我能够听郑文层把话说完 那我也就能够救下他 就像我能救下王鹏飞一样 可黑狗却告诉我段新玉是他儿子 但是段新玉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我不能怪段新玉 但是黑狗又一次提醒了我 是我害死的段新玉 也是我害死的郑文层 而我唯一所救下来的王鹏飞 居然是黑狗的人 他凭着那张脸 成功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伤透了郑文层的心 最后又给了我一刀 一时昏沉之间我以为我快死了 我好像看到了郑文层 他离我好远 却又好近 好像我一伸手就能碰到他 但我却连伸手的力气都没有 他看到我受伤了 他好像很心疼 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哪怕我害死了他 哪怕我做了这样的混账事情 但是他仍然爱我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从病床上清醒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已经死了 从此以后 我都再也见不着他 我对他的亏欠至此都没有办法弥补 可我却在这诡异的时候发现 我好像爱上他了 很离谱 很可笑 很诡异 很荒诞 我想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去压下这一份荒诞诡异的想法 我不可能爱证文层的 绝对不可能 算起来我们相识已有十年 最初我不爱他 我爱断心欲 我们结婚以后我也不爱他 我爱断心欲 后来哪怕是我没那么爱断心欲了 我也不爱他 再后来我宁愿和一个像极了断心欲的赝品 生孩子也不愿意和他生 我怎么可能会爱他呢 我做了这么多伤害他的事情 我理所应当地讨厌他 恨他 业务他 我怎么可能会爱他呢 可是迟来的心痛却一寸寸地将我的心碾成碎末 原来人活着才能体会到这样的心痛 原来我真的爱他 只是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 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相信 这样的爱 真的是爱吗 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出院回到了郑文层从前生活过的地方 那个所谓的我们的家 但我却并不常会的家 这里的一切都有郑文层先前的影子 他那么温柔 明明他也有自己的工作 明明他也很忙 但是他却细心地照顾着我的一日三餐 我被他养得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但我却仍然嫌弃他的窝囊 我忘恩负义 我没有良心 我有眼无珠 我不得好死 我疯狂地在这个家里面寻找着有关郑文层的东西 可我却发现这个家里与他有关的东西那么少 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未送过他一样东西 我只陪他买过一次衣服 当然最后也是他自己买的 可与他风格并不搭的两件衣服 他死是仍然穿着 但是我却没有认出来 我是警察 记忆力超群 心思敏感细腻 我能凭一个手指认定那是王鹏飞的 可我为什么认不出来郑文层呢 是因为我不爱他吗 是因为我忽略了他吗 还是因为我瞎 悔恨无法量化 我痛不欲伤 可许鹿的话却又一次点醒了我 他跟我说 你就是一个笑话 对啊 我就是一个笑话 我的爱恨都是一个笑话 我的爱 我的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郑文层已经死了 而我扪心自问 我这些年竟然没有做过一件对得起他的事情 哪怕是我这会与他说爱 他恐怕也不会稀罕吧 到头来我这个人从身到心已经肮脏透了 我这样的爱怎么配得上郑文层呢 他对我全无保留 他对我的爱是真心的 而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说爱 对吧 我用尽全力拼命给他报了仇 与黑狗同归于尽的时候 我好像又在虚空之中看见了郑文层的身影 他会原谅我吗 他会来带我走吗 他会和我一起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吗 他会不会伸手抓住我呢 我满怀期待 可偏偏我什么都没有握住 他的影子从我面前离开 我什么都抓不住 到了最后只有一句永别了柳如烟 可我不要你跟我永别 我要看着你 我要和你在一起 似乎到了这时 什么断心欲 什么功名利禄 什么理想信念 都不重要了 我只想要一个人 他叫郑文层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也是我此生最亏欠 最对不起的人 可是为什么我抓不住他呢 原来是我不配啊 全文完 还能让你第二次 都没关系 我感觉到你 那我有一顿的帮助